Hello大家好,我是三里金安,我回复留言 你知道我有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吗? 如果你想跟我一对一的咨询 解决你目前遇到的育儿难题 我提供每堂45分钟的线上秘乳咨询 可以帮助你在线上处理所有关于哺乳的问题 比如含乳疼痛,塞奶,乳腺炎,锥奶,退奶,乳头混淆 夜奶,夜奶,戒奶等等 还有其他跟哺乳相关的育儿问题 比如说添加副食品,宝宝哭闹,作息调整,自行入税等等 如果你有美国医疗保险PPO或者是HSA,FSA 还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退费 现在就来我的官网预约吧 加入官网付费会员还可以得到优惠券哦 开始回复留言之前有三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第一,这个频道里所有提供的知识仅供教育用途 不能取代任何医疗人员的专业咨询 第二,请不要再留言区留下关于你的个人隐私 没有经过看诊我不能给予任何的专业评断 只能回答影片相关的一般性问题 如果你想要预约线上资讯服务 请点击引进的下方说明来你的链接 第三,如果没有回复到你的留言 可能是问题有重复 需要经过问诊才能回答 与影片主题无关 或者是我即将拍摄相关主题影片来回答你 好,我们开始吧 三里老师你好 请问宝宝背带应该选择有坐凳的还是没有坐凳的呢 对宝宝骨骼发展是否有影响,谢谢您 你在用背筋背宝宝的时候 它应该是坐在你的背筋里面 然后绞成M字形的 那这样子的话对它的髋关节才不会有影响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剔头的话 之前另外一个影片就是宝宝背筋安全吗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请问如果是RO逆渗透的水 可以不用到70度C吗 这个留言是留在9个冲泡配方奶疑惑之下的 那在影片里面我们有提到 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建议 冲泡配方奶需要用70度C以上的水 以免如果你的奶粉其实受到感染污染 里面有细菌的话可以杀菌 所以这个跟水无关 然后要杀的不是水里的细菌 是配方奶里的细菌 我的宝宝两个月喝到一半会突然大哭 是厌奶还是脏气而且很难哄 网络上的说法很多怎么 如果宝宝是奶瓶喝奶喝奶咕咚咕咚 喝到一半突然大哭放声大哭 我不会觉得是像厌奶 我会觉得比较像肠胃不舒服的方向 either是他有隔要拍隔 或是肚子有脏气 要不然就是在喝奶喝下去的时候 在消化的过程当中产气 或是长脚痛让不舒服 我家宝宝出生后两周就会自己打隔了呀 难道就不需要拍隔了吗 我们或许帮宝宝拍隔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自己还不会打隔 那如果你的宝宝已经会打隔 当然你就不用帮他了呀 想问问混合胃养的妈妈 该如何高效地保持奶量不下降呢 谢谢老师 你一定一定要做到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定时排空 不管你是轻胃或者是那一次是挤奶 一定要固定时间 然后每次尽量排空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维持你的奶量 不要下降太多 那如果你想进一步追奶上来的话 我有另外一个影片叫做混合胃养 如何成功追尘全母乳 那里面有很多的建议可以给你 让孩子二选一 可是我孩子每次都不选 他说两个都不要 那怎么办呢 这个理由是留在你常不自觉 对孩子说双话 反话恐吓指责的话之下的 里面我们讲到 如果你孩子常常跟你说不要 什么都说不要 你可以采取另外一个策略 就是给他两个选择 让他二选一 那如果你孩子 这两个选择也不要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大概第一个可能我会说 OK如果你这两个都不要 那就通通不要了 第二个都不要什么好选择了 第二种如果不行 你一定要给他选一个的话 让我就说你如果自己不决定 你就妈妈决定 那妈妈决定 你就不要再啰嗦了 就是这样子 感谢分享 请问如果有breast pump的话 还需要手挤奶吗 还是说按摩后直接上pump多谢 这个理由是留在 如何正确乳房按摩及手挤奶之下的 如果你的挤奶器 从头到尾你觉得非常有效率 非常好用 而且奶量又足够的话 你完全不需要手挤奶 那如果你没有挤奶器 或者你觉得挤奶器的效果有限 我想搭配手挤奶来增加 我挤出来的奶量 可不可以 当然也是可以 我希望我儿子吃饭 不要只喝奶或吃饼食 问他要吃饭还是面 我儿子会直接不回答 如果这个状况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我就会告诉他说 妈妈给你一个选择 吃饭或是吃面 如果你都不选择的话 那就妈妈决定 我们家两次的弟弟 看到哥哥要什么 就要去抢哥哥的玩具 请问怎么解 这个理由是留在 为什么人家手足情深 你们家手足将争之下的 如果这个玩具确定是哥哥的 那么弟弟想要来拿哥哥的玩具 不是应该先经过哥哥的同意吗 所以我们要教的其实是弟弟 弟弟这是哥哥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问你 问他可不可以交代着他去问哥哥 哥哥可以决定要 你不要 如果哥哥说不要 那就说弟弟言之 人家不想要借你玩 那我们去玩别的吧 把他带走去玩别的 尊重 互相尊重 OK 等到你有空 有机会的时候 你可以回来跟哥哥讨论 一个分享的概念 有时候你借他 有时候大家借你 大家一起玩 更多的玩具可以玩 尊重哥哥 然后再教他 鼓励他 慢慢的分享 不用着急 六个月大的孩子 他一整天下来 就24小时 整天下来需要的睡眠时间 大概是13个小时 上下多一点或少一点 所以如果你还是晚上 就是在家里 睡得好 睡的时间很充足 他白天不想要睡午觉 或者是睡得很短 其实没有关系 大人还是应该 以自己的作息为主 然后让孩子配合着你 然后你只要确保 他整天的睡眠时间足够 就可以了 老师好 想请问 如果妈妈使用精油 含薄荷成分按摩 是否会影响母乳 进而影响宝宝 之所以会建议宝宝 不要靠近薄荷精油 是因为薄荷油 对宝宝的呼吸道 可能会有影响 那么如果你是按摩乳房 会不会影响母奶本身 应该是不会影响母奶 但是如果你在乳房上按摩 孩子接着马上来喝奶的时候 就可能会呼吸到薄荷精油 因此如果你真的要 在乳房上按摩的话 应该是选择在 亲喂完毕 或者是集奶完毕之后 然后薄荷精油按摩 然后等下一次 间隔两个三十四 三个小时之后再喂奶 有时很生气 当下应该怎样发泄 因为要深呼吸冷静 其实好像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很怕影响身体的健康 这个留言是留在 你常不自觉 对孩子说酸话 反话恐吓指责的话之下的吗 里面我有建议大家 当遇到一个事件 你很想发脾气的时候 先不要开口 深呼吸冷静 等你情绪缓解下来之后 想一句有建设性的话 再回答 好 那如果你真的很生气 你可以怎么发泄呢 如果你真的很生气 然后你觉得这样深呼吸 实在是没办法 你就直接离开现场 不要在孩子身边 做你想要做的发泄 等你冷静了 发泄完毕了 再回来面对孩子就可以了 说完之后 跟宝宝道歉有用吗 马上两岁 会理解到家长的抱歉吗 这个留言是留在 你常对孩子说酸话 反话跟指责的话之下的吗 如果你当下对孩子 发了脾气 说了不好的话 你去跟孩子道歉 孩子是会听得懂 他能够接受的 但是长期的建议 还是会是说 我们尽量改变 自己说的方法跟态度 不要常常不小心刺伤别人 你喜欢我的影片吗 我的影片有曾经帮助到你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yes 现在换我讯案的帮助 请加入我的官网付费会员 每个月只要10美元 用实际的行动 支持我继续拍片 陪我一起推广 孕蝉不育的科学 三尼老师你好 感谢您的影片 我在孩子六个月左右的时候 给他讲故事很顺利 那时候他不能翻书 不能做 就会乖乖的听我讲书上的故事 现在15个月大了 会翻书了 会认得几种动物 每当看书的时候 就只会看那几种喜欢的动物 其他一概忽视 而且只会指着动物说 这个这个 我教他说兔子也不会学 更不用说安分的坐在那里 听我讲故事了 现在都是看完自己想看的图画 随便翻翻就把书扔了 我想给他讲故事 他都是耳冲不闻 自己几里呱啦的说自己的 我想请问一下 老师这种阅读算有效阅读吗 我都不能顺利给他讲完一个故事 教不会一个单词 我该怎么帮助孩子从阅读中学习呢 期待老师的回答 辛苦老师了 孩子现在一岁半 我们主要在做亲子阅读 希望能够带给孩子一个喜欢阅读的感觉 看故事书翻故事书 然后有这样亲子共读的时间 那照你这样形容 从六个月大开始 孩子现在看到书 会想找他有兴趣的东西 来自己翻页 然后还会自己几里呱啦的讲 表示你带得很好 这就是有效阅读 不要怀疑自己继续前进 OK 不知道年龄有没有影响 我一切指标都很好 除了年龄偏大39 医生觉得我的体力没有那么好 不知道高龄产妇 顺产的成功率有多少 一般来说 高龄产妇 医生更担心的会是 胎儿是否健康 那至于体力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保养的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体力level都不太一样 如果以数据来说的话 根据Jolly等人 在2000年的数字 34岁以下妈妈的紧急剖腹率是8.65% 然后35岁到40岁是11% 然后40岁以上的妈妈是14.24% 请问三菱老师 如果不用小花杯 但另外一边拿一指滴滴滴 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想追求供需平衡 就是一边在喂奶的时候 另外一边不要漏奶 也不要去煎那个漏出来的奶 那我们就是一边在轻胃的时候 另外一边拿小精子 卫生纸或是液乳店 把滴出来的奶 就是你稍微施加一点压力 在你的乳筹上盖回去 然后慢慢的奶量出了 就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它就不会再底了 OK 妈妈可以喝咳嗽药水吗 可以 妈妈可以喝咳嗽药水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买的咳嗽药水里面 比如说有化痰 或者是减少鼻涕的产生的 这个同时也会减少你的奶量 所以就尽量避免那些 真的很喜欢三菱老师的影片 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孩子现在一岁半使用闪卡时 应该教孩子字卡上的字 还是卡上的意思 比如说卡上面写的是爸爸 但是孩子平常都是叫Daddy 他不知道爸爸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张卡 我应该叫他读爸爸还是Daddy 如果这个卡片上面写的是字 就是是爸爸这两个字 当然你就要应对讲爸爸 如果写的是DADD 你讲的是Daddy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意思 如果是一张照片或是一张图片 那就可以随便我讲 他可以是Daddy也可以是爸爸 但是如果是字的话 你还是要按照字上面的来教 Sanny老师好 宝宝现在两个月22天 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很稳定 每一餐母乳120 后来总奶量每日落在 大概750到850之间 但最近一两周不到怎么了 有时候吃100 有时候勉强吃到120 一整天总奶量680到730之间 宝宝的体重还算稳定成长 但吃少了让妈妈有点担心 想请问老师通常会怎么处理 谢谢老师 孩子的食量 本来就不可能这么精准都不改变 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 天气太冷太热 孩子清醒的时间变长 孩子睡眠的时间变多 或者孩子最近生病 或者孩子最近活动力比较强 他的食量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不要太纠结 那一点点数字的差异 只要整体关注孩子 是不是情绪很好 体重有长 睡得好 很开心 就可以了 如果现在母奶将将够 是否建议动一袋母奶 然后给配方奶 以后等奶量不足了 再解动之前的母奶 你可以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建议的话 我可能不会这样建议 那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万一你的母奶 其实一路都很充足 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些备用的奶 那这些奶不是就浪费掉了吗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随着孩子长大 孩子对母奶的需要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right 那在孩子最重要 最需要母奶的时候 我先存一点不给他 想着以后万一我没有给他 但是等孩子真的长大 真的不再那么需要母奶的时候 我反倒去给他 那这样子不就很可惜吗 我不知道在这里留言 三点老师能不能回复我 我宝宝四个月零九天 他是天使宝宝一直都睡得很好 没有明显睡眠到去的现象 晚上十一点睡到早上八点 一天五次奶 没有夜奶的习惯 白天三次小睡 十一点到十二点 两点到四点 然后六点到八点 所以白天小睡 一共能睡五到六个小时 是不是时间太长 他现在要晚上十点以后 才能够睡觉 我想让他晚上八点就睡 我应该要怎么调整 是减少白天小睡的时间吗 有时候我特意不要他八点 就是晚上的六点到八点小睡 以为他八点之后就会睡 可是他还是等到 十一点左右才睡 我该怎么调整他的晚睡 你可以做三个调整 第一个就是控制他 整天24小时的睡眠时间 只落在14个小时上下 OK 那所以接连的第二个 你就会要去缩短他 白天小睡的时间 不是次数是时间 OK 让他控制在刚刚讲 14个小时上下 第三个就是 确保他最后一次小睡 是很短的 而且跟晚上要入睡的间隔 差不多有三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了 很有帮助 不过最后说到家里成员 都要一起来做效果才好 之前像长辈分享了一些育人影片 长辈表示自己已经老骨板了 也不会改变 请我们不要再教育他们 可能感到辛苦照顾 儿孙不被尊重 该怎么办呢 这个留言留在 为什么人家手足情深 你们家手足相声之下的 如果你有需要 请长辈替你带孩子 那么你就应该 尊重他们带孩子的方式 如果长辈愿意配合你们 改变他原本的育儿观念 跟育儿方式 就算你们赚到 你要非常感谢 那如果他们不愿意 或者是他们觉得 做不到不能改变 要嘛你就是 不要把孩子给他带 你自己带 要嘛就是给他带 然后你就闭嘴 老师你好 宝宝分房税好吗 宝宝要不要跟 爸爸妈妈分房税 是看各个家庭的环境 跟各个家庭的需求 那么你们觉得好就分房 你们觉得不好就不分房 不过根据 美国儿科学会AAP的建议 就算要分房 也不建议在六个月以下分房 谢谢老师的影片 珍视及食语 解决很多妈妈的问题 请问老师 蔬菜的份量 应该以未煮熟 或是已经煮熟 哪个为标准 生菜和煮熟的蔬菜份量 差别蛮大的 谢谢老师 这个留言是留在 没有时间主办 又担心孩子 营养不均衡的影片之下的 那里面有谈到 一个餐盘的概念 一个餐盘 然后分成四个 所有给孩子的菜的portion 就是他的份量 都依照放入盘子 能够吃的那个 刹那为基准 OK 请问这个作息时间表 可以用到两到三个月的婴儿吗 这个留言是留在 如何建立宝宝健康 作息第三集之下的 里面的作息表 其实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可以有目标 有意识地往那个方向推进 直到他成功为止 孩子在两三个月 其实非常适合这样的作息表 五个月宝宝不小心吃到 有添加糖的罐装副食品 找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留言是留在 零到两岁儿童 究竟可不可以吃糖之下的 OK 那家长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孩子如果不小心 意外吃到糖该怎么办 基本上如果你去看 配方奶罐子 后面的成分表里面就有糖 请问小朋友几岁 可以开始吃沙拉或生食 谢谢 沙拉的部分 孩子能够正常吃水果的时候 就可以吃沙拉了 没有问题 那如果讲的生食 像撒西米或者是生牛肉 会尽量延缓 等到我确定孩子的肠胃发展 比较健全的时候才给 母乳妈妈可以吃螃蟹吗 母乳妈妈可以吃螃蟹 但是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就是妈妈吃下去之后 自己身体大过敏 当然就不要再吃了 第二个就是 当你吃完螃蟹之后 下一餐喂母奶 你的孩子过敏了 那你就不要再吃了 除此之外都可以 其实坚果类在营养学上 比较算是油脂类 如果说要直接当成蛋白质来源 有点不适合 几乎没有蛋白质啊 这个留言是留在 没有时间煮饭 又担心孩子营养不均衡的 影片之下的 里面美国USDA的OnePlay 跟哈佛大学的MyHealthyPlay 都是把坚果类 併在蛋白质之下的 实际上如果你去仔细比较的话 一个盎司的花生 它的蛋白质是7克 这个跟鸡蛋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如果是一个盎司的杏仁果 它的蛋白质也是6到7克 也跟鸡蛋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看的是开心果 它大概是5到6克 那也差不多跟鸡蛋一样 所以坚果其实是有很高 蛋白质的 感谢以下企业会员 微笑赞助 加入官网付费会员 享受会员区六大功能 和线上咨询优惠 SigningParent.com 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的留言 如果你觉得您会对您的毛组 请记得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分享和那些妈妈 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